胡仁在上一场对阵国王的比赛中 霍华德替补出场 表现十分亮眼 全场砍下了14分14板 得分篮板均为本人赛季新高 这也是霍华德最近少有的上场表现自己的机会 沃格尔自从让詹姆斯担任首发中锋后 对阵容产生的效果颇为满意 因此让霍华德与小乔丹上场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霍华德在上一场的出色表现 也让很多球迷甚至专业人士认为 沃格尔应该多让霍华德上场 毕竟球队目前内线人员本身就不足 詹姆斯打中锋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效果 但是对其本身的体能也是种消耗 而对于霍华德而言 在面临对手有大中锋的存在时 他的高度以及内线防守 无疑更适合目前球队阵容 近日霍华德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自己的上场时间 他向记者表示 有很多人建议我应该去向沃格尔建议 我应该有更多的出场时间 但是我不会去这样做 他有他的想法 哪怕一秒钟都不让我上场 我也不会去求着他 因为那不是我的风格 反而我这样做了会令他感到难堪 我自己也很尴尬 霍华德继续说到 当他需要我的时候 会叫到我的名字 我只需要每一秒做好准备 努力训练就好了 当我上场时 我会让所有人看到我的能量 让他们知道 我可以为球队做出贡献 无论我的上场时间是多少 霍华德的这一番话 让球迷听了为之赞叹不已 想当初霍师傅巅峰时期 是多么的桀骜不驯 而现在却有着如此的大局观 并且能从霍师傅的话语当中看出来 他是真正的成长了太多 一切都是为了球队 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 让人不得不为他如今的态度致敬 也希望沃格尔能够给到霍师傅 更多的表现机会